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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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仲格自幼小时 他顺势潇洒自在 要是没有你 他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幅田地 因为你 他现在连清华派都不能回 只能死了 他才会重回仙门 是你 是我所有了敏苏秋 错了 一切都是你师父护教尊者的意思 黄月为了找你 绑走了清华宫的弟子 胁迫尊者交出你 尊者心怀天下 他直到这种时候 杀了你才是最好的选择 灭嘴 黄月威胁不了他 你也骗不了我 真有趣 堂堂重华尊者 竟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的人 为他的爱情培策 就从这出好戏 我也会放你 你的宋子做了什么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索华寺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让周浩哥哥 醒悟过来 周浩 周浩 华く 闻 你 我 你 冲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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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赞 明镜与点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宠儿没了 他回了 动手吧 你就算杀了我也没关系 你杀了我他也回不来了 洛伊凡 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他 从来都没有我 让你恨我 做好过你无恕我 今天这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亭轩 我不会杀你 我把你送进咸语 直到你息情罪孽为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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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灵魂 已经四分五裂 是 我在天雀阁见过那东西 没想到那么普通的锁魂死 竟然是那么恶毒的法器 仙门 不是以慈悲为生物 怎么会有那样的东西 我死了 是不是就死无全是了 你现在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就算 我帮你把灵魂给修复 你的肉体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 不久 就会和你的灵魂一起 四分五裂 所以 我这是又死了一次 死在了仙门的手中 是洛英凡把你杀死的 不 不是他 要杀我的人 是敏苏秋 你若是不信人 可以亲自去问问你 不必了 不管是谁要杀我 他都护不了我 靠他 不如靠自己 我一定要活下去 要想活下去 就得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我都在所不惜 好 若想活下去 只有这一个办法 那就是训剑 变成天魔 到那时候 肉体将再也不能将你尽规 你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想怎么复仇 都可以 洛英凡 我其实早就预感到 我们平静的生活不会很久 可是没想过 他爱得这么快 兜兜转转 他 他 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虽然 女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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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人